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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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开始密切联系 还得从2013年初期间说起 知情人士说 阿飞有很多两个宝贝 女成长的照片和断片 一直想找人剪辑处理一下 她找赵薇介绍可靠的幕后人员制作 赵薇提议找阿仔 谢霆锋的后期制作公司 是熟人比较放心 于是阿飞将相片和断片都交给赵薇代劳 阿仔接了这个任务非常重视 更亲自监督制作 一个月后火速完工 并且主动致电阿飞 当时她很愕然 没想到阿仔主动找她 阿仔更说在剪接过程中 挨了几晚通宵 令阿飞相当感动 老情人重逢奋爱真心啊 亭锋曾知道王飞离婚 离婚男女相连复合感情坚定 摆着要哭不过 随后的一件事 或许是二人复合的关键 2013年9月13日 王飞宣布与李亚鹏离婚 当时大家都以为谢亭锋 和王飞早已经是陌路人 王飞离婚也和亭锋拔杆子 打不着关系 想不到 亭锋竟然是王飞离婚前的参谋人 知情人士说 在决定离婚前 王飞曾经想阿仔大吐苦水 谢亭锋更会往北京探望她 阿飞当时很不开心 觉得谢亭锋是过来人 所以向她倾诉 外界以为她过着的幸福生活 原来只是假象 她有一段时间为了麻醉自己 经常在夜店喝得烂醉 后来媒体称 燕燃基金的丈母不轻 阿飞更感到十分困扰 加上她与丈夫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 故而决定离婚 她深 编的闺蜜 还提醒她谈离婚时 要为自己争取多一些保障 谢亭锋听见自己的罪爱 一直受折磨 心里非常难受 港媒描述说 亭锋和王飞这次谈话的其他细节 大家无踪而知 但是谢亭锋毕竟经历过和百知 离婚分财产 商量孩子抚养权等事情 可以说有一定的经验 多少能为王飞提意见 并分忧解难 更重要的是 阿飞毫无保留的自己的婚姻状况和内心 真实感受告诉亭锋 等于表明自己对亭锋 非常信任和依赖 而且亭锋主动飞到王飞身边 也说明她真的在乎王飞 看来二人同病相连 复合早有苗头 只不过当时王飞才刚离婚 不能太着急 王飞和李亚鹏离婚 想不到亭锋也给了意见 亭锋曾知道王飞离婚 离婚男女相连复合感情坚定 百知要哭法国优惠二日 霍锁复合香港媒体还描述 这次复合实现亭锋精心策划部署 一步步攻陷王飞芳心 据悉 早前 亭锋曾经放风给王飞身边人 说自己右脚就患复发 想在北京抗医生 此事很快传到王飞耳中 王飞立即推荐了自己熟识的医生给亭锋 南方故而继续与王飞频繁联系 不过拍拖这个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 王飞本人其实也期待复合 正是赵薇这次录制十二道风味 促成王飞和谢亭锋复合 亭锋曾知道王飞离婚 离婚男女相连复合感情坚定 百知要哭 今年三月 王飞的闺蜜赵薇在亭锋邀请下 担任真人秀十二道风味的嘉宾 当时赵薇和王飞刚好都飞往法国出席时装展 而赵薇一直知道王飞对亭锋有所留恋 所以见机缘巧合 提出可以三人一起叙旧 想不到王飞更主动进一步提出 可以和赵薇一起担任真人秀的嘉宾 王飞向来低调 如果她在离婚不久后高调上 谢亭锋的节目 此举势必会引起轩人大波 英皇怕此举会令人觉得亭锋 想借王飞炒作 更担心会惹来很多负面新闻 于是只好婉拒了天后 不过 谢亭锋和王飞却按捺不住 偷偷相约出去玩 根据香港媒体刊登的内容 以及知情人士描述说 拍摄工作完例 亭锋突然失踪两天 没跟大队约好一起去购物 当时大家都估计她是去见王飞了 但没人敢问 她也没有交代 从那以后 听风无论去到哪个国家工作 总是电话不离手 一直吻微信 两个月前开始 更经常对着电话中轻声细语 一副嘴角寒春的模样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她在拍拖 而王飞吧 月份45岁生日当天 阿仔还在社交网站上 传字谈字唱的视频 让我们走下去 这分明是是爱吗 庭峰自谈自唱颂的王飞 庭峰曾知道王飞离婚 离婚男女相连复合感情坚定 百只要哭外见 一直指赵薇是阿飞 和阿仔复合的红妙 其实她只是阴差阳坐下 启动了风飞二人在联络的契机 王飞之所以决定勇敢在爱 是因为得到女儿 斗敬童的鼓励 知情人士说 阿飞拍拖会顾及女儿的感受 风飞多年前拍拖时 阿仔对彤彤照顾和爱护有加 小孩子怎么会感受不到 彤彤一直很担心母亲在婚宴中 受到很大的伤害 所以知道妈妈有意跟阿仔复合 亦很鼓励她勇敢在爱 王飞庭峰暂不考虑结婚 十三年前的风飞脸承受着天后 恋小爹爹的舆论压力 但如今的谢庭峰没有哪一点 配不上王飞 她无论性格财富 地位都和十年前判若两人 十年前她却是摇滚烂仔 如今她已经是于乐圈大亨 当年天风不止一次 被前妻张柏芝投诉 指她宅在家里 没日没夜地打游戏 还不休蝙蝠 十分邋遢 就像个大小孩 不过 自从天风成立了 PO朝廷制作公司后 思想也变得更加成熟稳重 她为此首期至爱的电玩 全心全力打江山 如今PO朝廷 已经为亭峰 带来过亿元的收入 再加上她投资商铺 更祝她成为十一神家的高帅富 所以亭峰这次在恋王飞 在没有多年前的女尊男被问 提 而且 亭峰为人父之后 也更加珍惜亲情 向来不爱接老爸谢贤电话的亭峰 现在经常电话关心年事已高的老爸 此外 亭峰如今除意了的 这般成熟住家男的形象 无疑令王飞更加为之倾倒 对于失而复得 亭峰非常珍惜 亭峰曾知道王飞离婚 离婚男女相连复合感情坚定 摆着要哭有船亭峰和王飞 这次复合之前 其实也犹豫过 包括要考虑各自有儿有女 以及外界的看法 不过 他们二人都相信缘分 而且始终觉得对方最好 所以不再犹豫过多 或速复合 据悉 王飞曾私下跟闺蜜说 他们决定复合 纯粹是因为爱 从来没有想过要不要结婚 只要一直相爱到老就行了 结婚时是个不争气的大小孩 谢亭峰把最差的年华给了张柏芝 离婚后却变成升级版亭峰 最终被柏芝的死敌王飞捡到手 张柏芝哭晕在厕所啊 峰飞合作价值6亿元 峰飞复合后 一直有不少内地投资者看中阿飞 和平峰的名气 甚至愿投资6亿元人民币 支持二人进军饮食界 内地投资者看中阿仔和阿飞的号召力 愿投资6亿拉拢二人合作经营餐厅 条件相当吸引 对此 霍文西回应说 艺人的私生活我不清楚 亦不便做出回应 可以说的是相信阿飞和平峰 暂时都不会有合作的机会 话说现在艺人的感情扑朔迷离 今天还好着 明天可能就分了 谁会那么傻投资好几 一对一对不知道将来的情侣开餐厅啊 万一峰飞又分走了 这店还要不要经营下去了 平峰曾知道王飞离婚 离婚男女相连复合感情坚定 摆着要哭 网友评论232 按照韩剧的思路 王飞的两个女儿和平峰的两个儿子 可以发生在点什么吧 王飞和谢霆峰当年在一起的时候 我单身时隔11年复合了 我还是单身 大飞飞 小谢说 爱我的人为我生孩子 我爱的人为 我离了婚 电饭锅喝水 不看好他们啊 如果在一起找不回当年的感觉 是不是又要分手 会会 谢霆峰能接受有过两个老公 生了别人孩子的王飞 却不能原谅为他生了两个孩子的张柏芝 这就是真爱 销售精英 谢霆峰和王飞的故事 再次证明了三点不变的真理 一 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客户 哪怕他在别处已经成交 二 任何一个已经在别处成交的客户 说不定哪天又会在你这里成交 三 维护好你的老客户 爱也好 恨也大 保持联系 总会有旧情复然的机会 而且概率很大 嘿 二十年后 百知有两个帅儿子陪伴 谢霆峰只有一个老奶奶陪伴 想想也平衡了 大川 对于张百知来说 要想不输 就嫁给陈关西 要想打平手 就嫁给李亚鹏 要想逆袭反败为胜 那只能嫁给谢贤了